大家好,我是混水,欢迎留言分享,comment,like,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 还有一些经济学的知识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30万的免息分期个人理财信用卡裁技已经成为过去 最新是已经可以去到52万或以上的超级裁技 除了可以立即帮大家免息分期,可以拿到这52万的流动资金之外 也都有其中的15万是可以好像永续机那样择住数,不需要立即去找数 这种的52万财技是在现在经济更加困难 甚至乎河洞潮发生的势度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去度过经济难关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更加多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唱和打赏服务 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近这两个月电信诈骗又好像多了一些 比如你有时候都会收到一些电话,又说是入警署,无认是入警署,又或者无认是公安 又或者可能是多了很多的微信女在我们这些做content的人的Facebook下面留言 叫人家去加入那些散货群组等等 其实最近这两个月,关于整个KK圆区和电骗集团亦产生了一个新变化 我们先由一些公开的新闻资讯再讲到缅甸的内战状况 甚至是一些国际关系的东西 我们一步一步去讲 最新的公布就是保安局说现在至今有46人 去了东南亚中了这个电骗陷阱 有10人是名字缅甸 这个就是政府公布的一个数据 亦都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我大学读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她家里有背景的人 就是一些社团背景的朋友 他现在跟着一位社团大哥在轩软软软的 是正在做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应该这样说 但是在广东地区和澳门有关 然后澳门这几年是在打岛 所以他都开始面对着一个工作上的压力 就是老板都开始施策了 但是他是很做到事的 因为第一就是他都是大学生 中英文都很大声 读经济系是我的师弟 但是因为他有一些加小的渊源 他就走了去另一边的发展方向 我和他的关系都挺好的 有时他都会说一些江湖秘民 还有始终在金融业有一部分的东西都会涉及社团 你有一个对于社团默搏很掌握得到的朋友 又或者他收封很厉害的一个朋友 都是无往而不利的 我自己私底下和他都是维持着一个很好的师兄弟的关系 最近这位资例就跟我分享了一个挺有趣的故事 因为始终他也是在维持社团 他有一位社团的兄弟 就真的因为疫情的时候混乱了 就去了KK圆区那里博一拨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分享了给我的 我也跟他在联络中 就是因为这个朋友他在KK圆区那里 是成功回到香港那里 安然无恙的 也都愿意接受访问 所以我也在设计有没有机会 找他上来白冰那个节目那里 可能说一说就是他在KK圆区的一些经历 都挺有趣的 我觉得另外有记忆的点就是 其实是有一堆香港人去了那里的 本身他们都是拌开片 但是在香港拌片找不到食物 结果真的再拌得再拌一些 就去到东南亚那些KK圆区那里去找食物 不过他就没有做那些什么器官那些东西的 他就纯粹是做电信诈骗 还有那个人很快就发现他自己是没有业务能力 因为真的你说要骗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还有我们之后会说到香港01有一个专访 就是KK圆区在那个骗人的产业链里面 他是嫌弃香港人 他觉得香港人在骗人的那个output 或者那个productivity 是不适合他们的系统 那我们之后可能再说多些 所以他拌片 打算去KK圆区那里大展拳脚 但是都已经堕落到要做KK圆区了 但是都是拌不成的 结果就是因为他顶头上司 其实都是香港人来的 是KK圆区 所以他就说算了 看你拌不成我都放你走 他就用很少钱 相对很少钱就熟了身 成功回来香港 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我之后就留在和白兵做一个访谈环节 在他的那个平台那里 就访问这位真的经历过KK圆区的人 那我们到时候就再说多些了 那我们今天就说一下这个香港01 就找到一位港男26岁在缅甸东部 最黑诈骗园区五个月 那家人就要给16万去熟回这些 的苦主了那我们讲一讲这个故事了 那其实缅甸呢 即 general 去说而已 因为我之后会有一个更加长的分析 的 general 去说呢 现在缅甸呢 是属于一个军阀混战的状态 因为现在呢 因为我们常常都对于缅甸 就会觉得好像有半军和政府军 那政府军就是军政府 也是扣押了昂山素姬的那一个政府 那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两边阵营的对立 但是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大家是打一个好像 民国这样的混战 就算你说以前袁世凯 这个北洋军阀 之后其实下面那些人呢 都是不同的派系的嘛 直系 逢系 然后还有院系等等 是有不同的派系的嘛 而这个的缅甸呢 都是有一个这样的特色的 当然北洋的那一帮人呢 相对地都是叫做和谐一些的 但是呢 你也是有南北政府嘛 南边就是孙中山 还有革命军 大家都是不是那么和谐 也是整天都是充满着对立的嘛 那现在的缅甸是有一个这样的状态 就是你不可以用了一个二元框架 就是当它是政府军 VS半军的那一样去看的 是复杂很多的 但是呢 每一个园区呢 或者每一个呢 军事力量军阀 他们掌控的那个地区呢 都是会搞电片集团 因为电片集团实在太赚钱了 而香港01呢 他报道那个26岁的男士呢 他就不是在北部的那些电片集团 因为缅甸最大的圆区就是KK圆区 曾经 那现在都正在扩展 但是呢 因为经历了很多事情 譬如在去年的时候 在10月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变 然后就剪平了这个KK圆区 接着KK圆区又再发生 所以其实KK圆区的发展轨迹是有up and down 而这个男子呢 这个男士呢 他就是在缅甸东部的一个圆区那里呢 就中了伏了 那我们跟着他的故事 就继续去讲下去了 那这位男士呢 就是在交黑圆区 被人运了五个月 跟着之后呢 就在常州的刑警 和内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呢 就交了一个的罰金 就是16.3 用USDT去交收的 那结果就放回他出来 那这一道呢 之后可以再讲多些 因为 为何用USDT呢 和用USDT呢 其实都很危险的 第三就是为何 去到有中国的参与了 理论上被弄走那个 都是中国的公民来的嘛 那为何还要交负金呢 那这一部分呢 可以之后呢 就再分析多些的 那结果呢 这一位男士呢 就是在曼谷那里搭飞机呢 就回到香港了 那他就形容呢 今次的研究难度是很大的 其实都已经叫做相对地幸运的 因为有很多人呢 都是走不脱的 那他就形容自己是在这个半军的地盘里面 也是缅甸东部最黑的园区打人电击 就很常见的 而这件事呢 通知了保安局之后呢 保安局呢 是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厨 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呢 就可以跟进的 那也都给了可行的协助 这一位26岁的男士主呢 就发名是Kelvin 本身呢 他就和妹妹呢 就表示呢 他是在香港那里搭饮食的 其实都很惨 就是因为香港的饮食业 大家都见到有倒闭潮 大规模的结业潮 那结果呢 他就没办法再在原本的行业那里 继续打拼 公园进修的时候呢 就发现呢 Facebook呢 见到有一只的广告 就是说了 可以去泰国赚钱 和也都会包买机票 包食包住 工作一个礼拜 人工很高 那他就被这个广告呢 就哄了下去了 那结果呢 就去了这个的泰国了 那一去到泰国的时候呢 一落步呢 就立刻有人 驾驾车去接他 就搭了八九个车程之后呢 就经过一条河呢 就由泰国呢 就进去了缅甸的 而在四月九号的时候呢 这位发名Kelvin的苦主呢 是尝试用IG呢 是通报家属 他现在身处在缅甸的 东南部 黑伦邦的诈骗园区呢 那家属呢 亦都是立刻报警 和找入警署去求助的 那重点就来了 这位Kelvin呢 其实他的手机呢 是被没收了啦 那然后呢 他只能够是用回公司提供给他的手机呢 就用IG啦 微信啦 Whatsapp啦 亦都是他们常用的三个 即是电键会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呢 就去做骗人的嘛 Kelvin就说了 只要你扮乖帮他们一起去诈骗的话呢 就会很安全的 但是呢 如果你KPI达不到的话呢 就要罚跑六个桩 甚至乎要运在小黑房里面 那这个呢 就是这位苦主所申诉的一个状况啦 那而这位苦主呢 亦都有他自己的观察的 那我们也都再看多些啦 那他也都有提到呢 就是其实都是压上压的 就是本身呢 他在里面那个圆区那里呢 就发现很多香港人的 同房都是香港人来的 那很多人呢 都是被Facebook 又或者社交媒体用同一种的方法呢 就骗了过去啦 那根据Kelvin和他家的对话记录啦 那他就提到啦 就是说只要呢 帮公司在合约期里面呢 找到40万美金 骗到40万美金一年呢 就可以走 如果不到40万美金呢 第二年呢 都是要做到这个额都就可以的 又或者自己赔2万美金给他走 那所以2万美金呢 就是那个所谓的合约结束的费用 就对方数就大概是16万港元左右 16点几这样 那就用回这个USDT去给啦 但是呢 这位Kelvin又说 其实他是没有见过所谓的合约的 只是第一个香港人有见过而已 但是他死都不肯签 之后呢 之后呢 后面来的那些香港人呢 都没有再见过合约 换言之呢 就是一个禁锢 就是以前呢 都会愿意拿一份合约呢 去给你签的 那然后Kelvin就也都提到呢 就是说这个园区 其实根本就不想要香港人的 那听说整个园区 都是不想要香港人 就不知为什么 那我之后呢 就会多些的 那然后呢 大致上那个状况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下一个podcast 就真的可以插解一下 到底这些缅甸的诈骗园区 和香港现在我们见到的那些电讯案 有些什么的关系 那我们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很micro的部分 再讲到一些缅甸内战 国际关系 或者很金融的部分 那大家一定要听多些 留意多些 这次想介绍在现在这个示范里面 挺有趣的两套股票策略给大家 第一套股票策略呢 就叫做Event Driven Approach 中文就叫做事检有道炒股方法 那如果大家对于港股美股 而加一个很艰难的市况呢 是有些不知所措 希望可以学多些东西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联络一下 90后投资经理阿姨 填一填那张Google Form 那张Google Form 也是放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那你可以找他联络一下 不需要经过我的 那另一个呢 就是TraderK的AI炒股方法 TraderK呢 近年就研发了一套的AI炒股系统 这一套的系统呢 也是拿了科学员的奖项 也都尽注了在里面 或然之已经得到业界的认同 那这一套的方式呢 似乎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有趣的效果 可以带到给观众去了解和认知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种的炒股 或者资产管理的方式都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填一填下面那张Google Form 去找找TraderK 让他去和你分享多些他的股票心得 和这一套系统 AI的技术 如何在现在这个市况 可以制敌先机和出其制成 首先呢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comment like share 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刚刚才开始营运 也都很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紧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一件事是非常之紧要 如果平时喜欢看我的影片 也都多些去看多些去loop 最紧要就看完整条片 那我就无言感激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画 这个80元的会员计画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专有环节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我们都是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100条 我们也是会解答回100条 所以是非常之划算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了在影片的左上角 就算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都可以见到这个pay me code 和pay me link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希望可以打上一下我们 我们不仅在影片下来 按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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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么 我也要跟他